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佳音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好的关系里都有一个会说话的人 第二季《赛见爱人》播出以来 每一集都让人大呼窒息 自顾自话不让对方说话 怎么都是自己有道理 当着外人打压伴侣 各种关系中的独性沟通方式 几乎都集合在了张婉婷和宋宁峰 这对闪婚夫妻中 有人说 比起来节目中拯救婚姻 不如去看心理医生 解决自己的内心创伤 的确 现实中的大多数夫妻 不会如他们这一般歇似底里 更多的是 我说了这么多 你却没有反应 说了多少遍也记不住的无效沟通 两性沟通经典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中说 你的伴侣和你不同 对方来自另一星球 不可将本星球的规定 要求强加于人 应该对彼此的差异 产生敬畏 而不是想起来 就心怀不满或怨恨 否则你会大吃苦头 两个人从陌生到亲密 久处不厌的关键 就是适应彼此的语言和沟通方式 说对方听得懂 听得进去的话 亲爱的 我们可以不吵架就谈到 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沟通方式 是天生的 并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 为了享受完美的沟通 就必须深入到对方的领地中 学习他们的语言 两个陌生人最初的互相吸引 往往来自于差异 我们从对方身上 看到了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 希望去探寻 但是 伴随交往深入 尤其是结婚以后 差异就变成了 共同生活中的不稳定因子 明明应该是这样 但你为什么要那样 无法被理解的差异性 又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作者用旅行者来举例 不同性别的人沟通 就像出国旅行 而出国旅行的人 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知名式旅行者和移民式旅行者 知名式旅行者 在进入另一个国家时 总是固执地以旧的眼光 来看待所到国家的一切 而不是以当地人的心态 来体会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所以 他总是在找寻母语的痕迹 选择能和他说同样语言的人交流 如果没有朋友在一旁翻译 或领着他游玩 他根本就寸步难行 回家之后 他仍然对那个国家人们的不友好 意念不忘 总是觉得那里的人不够热情 不愿意帮助别人 他甚至觉得 那里的人应该学习他的语言 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游客们 移民式旅行者不同 他们是冒险家 在开始旅行前 他会了解异域文化 阅读有关这个国家文化 习俗 历史的书籍 或者学习 该国语言中的日常用语 抵达之后 他游览历史文化古迹 品尝各种当地美食 尽可能多地阅读各种资料 使用新学会的语言和他人交流 由于这个旅行者 非常努力地使用当地的语言交流 当地人也就更愿意给他帮助 回国后 异国的热情及开心的经历 都会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他会逢人就说 那里的人们非常友好 非常开放 非常有意思 知名式旅行者和移民式旅行者 去的是同一个国家 他们遇到的是同一群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呢 很简单 后者发自内心地愿意学习对方的文化 使用对方语言 当地人也更愿意给更积极地回应 作者的朋友有一次去非洲玩 旅社里只剩下他和当地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可能很少碰到美洲人 眼睛睁得大大的 兴奋地看着作者的朋友 他的手时而张开 时而握紧 激动的眼神里流露出想交谈的渴望 遗憾的是 这个朋友一句当地话都不会说 两人只是相互笑了笑 点了点头 无奈地耸耸肩 和茫然地给了些手势 就各自尴尬地 锁到了房间的不同角落 再也没有任何交流 这个画面就像很多生活在一起的夫妻 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一起吃饭 一起旅行 但是一年又一年 他们仅仅只是给予对方 一些茫然的手势和肤浅的对白 从来没有深刻地进行过交流 世界上有无数种语言 在沟通交流领域 人们的语言通常分为三种 视觉语言 听觉语言 感官语言 而每一个人在接受的语言类型上 又会倾向于其中一种 这就是一个人最主要的 信息接收方式和学习方式 听觉型的人 常常会依靠他人口头表达的语言 获取信息 视觉型的人 则会用眼睛来感知整个世界 也会用视觉表象来记忆和思考 感受型的人会通过经验 来体会外部世界 研究表明 人群中大约有20%的人 是听觉型学习风格 60%到70%的人是视觉型的 他们对声音更为敏感 对听过的东西比别人记得更快 而视觉型的人记忆一个事物时 总是先回忆出一个形象 他们通过眼睛来体验生活 通常他是一个观看者 看电影 电视 体育运动 人 艺术展或博物馆 风景等 他们喜欢谈论事物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而不是探自己的感受 大约10%的人是通过感受来学习的 他们往往喜欢触摸 渴望和别人发展深层次关系 渴望亲密 爱和情感 身体的舒适性和感受 是他们语言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 看出快乐 悲伤 愤怒 喜爱或愉悦 如果一个感受型的男人 能通过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那么他一定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丈夫 懂得了一个人的学习风格 我们就更有能力说服他们 比如家里要添置一把椅子 感受型的人需要知道 他坐上去有多舒服 视觉型的人则要想象 有了这把椅子之后 房间会变得多温馨漂亮 同样是表达爱 听觉型的人希望能听对方当面说出来 视觉型的人能从对方的眼神里 一系列的关爱行为上看出来 感受型的人则要牵手拥抱来确认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中有一句话 真正的爱人是你教出来的 而不是你捡个大便宜 不劳而获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要教会他爱你的方式 有效的沟通 要求我们对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 都更为敏感 同时适应他的独特性 用彼此更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 我们就可以避开固有的沟通模式 让沟通变得更有弹性 很喜欢一句话 稳定的婚姻各种各样 曾经爱的你死我活并不稀奇 甚至未必重要 最难得的是激情退却 时光荏苒 依旧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佳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岁月漫长 愿每段婚姻都能被温柔以待